有些题目主讲人很不想讲 为什么 因为太羡慕了 就像在减肥者的前面吃大餐一样 太折磨 就是海峡青年节盛大开展 圆满落幕 2013年至今 海清节累计举办300场活动 有17000名台湾青年参与 更有一半都是第一次去大陆 我参与了第五届 是2017年时的演讲嘉宾 后来就被民进党整肃 不能去大陆 2021年也荣幸受邀担任演讲嘉宾 今年已经是第11届的海峡青年峰会了 这些资讯 台湾相关媒体很难看得到 尤其绿色媒体几乎全面封杀 绿营就说 哎呀大陆穷困潦倒啊 经济不行啊 住鬼城啊 人民水深火热啊 来一趟大陆你看看嘛 大陆年轻人跟你相处一个星期交朋友 你看看嘛 绿的说 哎呀这种能参加招待啊 能参加这个陪同的 可能都是党员 假的演戏 那你走到大街上看看嘛 你到市区逛街打车吃饭 又没人拦你 难道整个城市都是灵眼吗 绿营啊 再一个不想让你看到 就是台湾人到大陆发展 台湾什么陆委会啦 教育单位都在恐吓台湾青年 哎呀去大陆危险啊 可能随时被抓起来啊 抓你干啥呢 像今年的海清姐 就有几位特别来宾 一位是徐宇成 是台湾女性会投纸插球的第一人 2014 2016都是世界杯的女棒选手 在台湾女棒圈有广大粉丝 现在呢 她在上海担任中国女子棒球 国家队投手教练 徐宇成说 当你跨过海峡 才知道舞台有多大 哇 这种消息台湾绿色媒体会告诉你吗 还有台湾青年扎根城内村 打造了两岸青年文旅基地 帮助乡村振兴 还有台湾青年在大陆从事教育行业 帮助更多台湾学生考大陆学校 用腿毛响都知道 如果这些年轻人突然表达一句 不喜欢赖清德 或者说支持侯科 绿营会怎么说呢 中共同路人啊 第五纵队啦 不帮助台湾乡村 跑去帮助大陆乡村 帮助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去大陆 根本是卖台 所以绿营怎么可能鼓励 绿营她希望对立仇视 而且最希望台湾人被大陆人欺负的 就是民进党了 民进党才能搞政治操作 才能获得选票 这些大人想着政治 想着利益 但是年轻人没想那么多 交朋友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 我看照片才发现 那个跳街舞的我好像我认识 上个月我才跟她一起参加红秀柱 柱姐的活动 世界也就是这么小 民进党的心胸更小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节目 一定要介绍海清节 要有机会让更多台湾的朋友 观众 读者都能知道 抛开政治纷扰 两岸年轻人自然交流亲近 做朋友 和其自然浑然天成 台湾年轻人到大陆工作 只要有本事 肯定也没有障碍 生活非常圆满 以前我们有介绍福建 目前正在建设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它其实就是鼓励两岸的年轻人 都能够共同在这里生活 台湾的青年能在这边工作 能在这边求学 甚至能够在这边习惯一切的生活方式 那么现阶段 年轻人最关心的 不外乎也是求学工作 等等的问题 那都能够在这个示范区当中 提出各式各样的意见 如果真的工作遇到什么困难 遇到什么障碍 或者他在台湾的时候可以怎么样 那来到这个地方 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解决 或者他也可以反向的 在大陆这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得到了什么样的解决 回去到了台湾 再告诉更多的年轻朋友 或者可以告诉像台湾的人 那他在大陆曾经遇到怎么样怎么样 那是如何解决的 台湾能不能够向大陆学习 所以最主要的是希望里面的人员 都能够起到良性的互动 友善的循环 才能够增加两岸的正向交流 形成双向的注意 海清节这样类似的青年交流活动 其实年年都办 这样的活动 我们还是要创造更多的媒体声量 尤其是要让更多的台湾年轻朋友知道 我有这么好的活动 他可以来到这边收获到什么 他可以得到什么 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 都能够有兴趣加入 那绿营呢 当然就只会一味的唱衰 啊这个就是统战啊 好吧 那你通通都切割 通通都反对 通通都不要 当然有正向发展 或者是更好的机遇 也就被民进党所切割掉了 民进党一方面说要和平 但是却又频频阻碍两岸交流 为啥 民进党的所谓和平 就是你别打我啊 对吧 这跟美国搞的一样 好就是说 我们要搞这个所谓的护栏啊 什么是护栏 你别打我 但是呢 我可以继续封杀你 我可以继续打压你 我可以给你穿小鞋 民进党也是啊 我可以继续骂大陆 我可以继续丑化大陆 我可以继续呢 挑起两岸人民之间的对立 但是我要和平 你千万别打我 这就是小人心态 跟小人行径 我可以继续 我可以继续